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形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是小川自长 小川自长为人比较有主见,有自己的想法 自信心比较强,性格方面是比较要强的 魄力也是够,比较利于事业发展 性格上偏固执,处理事情的方式比较直接 有的时候欠缺一些圆滑,周全 考虑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周全 这是比较不利于感情婚姻的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就是事业线冲破了感情线 早年事业偏弱 到了智慧线附近,事业线变得非常深刻 往后过了天文又变得深刻 所以说事业起运比较晚 事业发展早期阻碍比较多 所以事业心还是比较重的 加油努力是会慢慢好起来 这是一个 这个思想比较简单 头脑比较冷静 个性比较正直 做事有条理 也会为别人着想 不会背叛朋友 为人为朋友也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感情上是中期出现一个大导弯 容易出现什么烂桃花的干扰 这一点需要自身多注意 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小指严重的往内偏 往内偏 有点歪邪不正 子女人是劝家 婚后的孩子都会叛逆 不服管 会为其过度的操心烦神 而晚年也很难想到他们给自身带来的福气 为人保守谨慎 有点多疑的心理 指缝还是比较大的 漏财的现象比较多 需要加强理财 这是一个 这个川字长 还是有一点川字长 纹路格局还是可以的 事业心还是很强的 事业还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呢 他这个 这个财功干瘪 这个财运的偏弱 事业稳定 就是说你这个 这个一直啊 这个 给别人打工 但是也没什么变化 这叫稳定 那么如果是说看财运的 主要是看这个 这个训工 以及是否有财运线 好了 有关这个内容呢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 手下面像风水发门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下期再见